袁文在族就書接上一回 上回講到 孫堅被劉表的軍隊 吞吞尊衛室 幸好得到程浦王蓋和韓當 三個將領 判死相救 這樣才能脫身 但折損了成大半兵馬 就帶領殘兵敗出回江東 自此之後 孫堅和劉表就結下仇怨 再講袁兆屯兵在河內 他就缺少糧草 契州木王伏 就派人送糧草過來以資助軍勇 謀士馮紀和袁兆說 大丈夫中環天下 做什麼整到等人送糧食 好似等人養 契州乃是銀糧和糧食 廣為豐盛的地方 將軍為何不奪取他 這樣啊 未有什麼良策 我們可以暗中洗人 趕快送文書給公孫鑽 命令他起兵奪取契州 約一起夾攻他們 公孫鑽肯定會起兵 韓服乃無謀之輩 必定會請將軍你統領契州的事務 要辦什麼事 就好容易辦得到 袁兆聽了非常之歡喜 即刻發文書給公孫鑽 公孫鑽接到文書一體 建華一齊攻打契州 平分契州的土地 嘻嘻開心啊 即日就起兵 這邊 袁兆卻洗人物報給韓服知 韓服的芳芒 叫齊孫鑽新平 兩個謀士一齊商議 孫鑽說 公孫鑽的軍隊長驅而來 他的鋒芒勢不可當 兼且有劉備、關公和張飛幫他手 我們好難打得他贏 現在原本初志勇過人 手下也好多名將 將軍 你不如請他一齊治理企州的事務 到時他必定會後代將軍你的 我們就不用怕公孫鑽了 韓服立即差遣別家將軍 關純請袁兆 長使官耿武進間說 袁兆他是孤零零的客人 軍隊又窮 讓我們避息 靠我們供應他糧草 就好像嬰兒在手掌心上 如果不給他奶喝 他立即餓死 為何還要委任他來統領我們州府 那樣是引老虎入羊群 韓服說 我乃是懸蝕他們家族的舊官故理 我才能亦比不過本初 古人都有責言者而讓位給他們 諸君為何要這麼妒忌呢 耿武長嘆說 唉 氣就沒有了 看到這樣 有幾十官員辭官不做走了 唯獨耿武和關純埋伏在城外 他們就特等袁兆過來 幾日之後 袁兆帶著兵馬到了 耿武和關純拔刀衝出來 就想刺殺袁兆 袁兆身邊的顏良 即刻揮刀斬死耿武 民醜也斬死關純 袁兆入了汽州 就封韓服為奮威將軍 就封自己手下的大將田豐許柔 馮紀分別掌握住州府中的重要職位 全部剝奪韓服的權力 韓服看到這樣 後悔也沒有用 只好丟下一家老少 單人匹馬 去投奔陳樓太守張廟 再說 公宣讚 知道袁兆已經佔據了汽州 警察的弟弟公宣月 來見袁兆 想談談如何分土地 袁兆說 你去請你兄長過來 我們再作商議 公宣月告辭走了 走不到五十里 路旁邊閃出一標軍馬 嘔嘔聲說 我們乃是董城上家的將領 亂戰射死了公宣月 徐松立刻逃跑回見公宣讚 報告說公宣月已經死了 公宣讚發大火說 袁兆引誘我起兵攻打韓服 自己偷偷地奪取了汽州 現在又嘎嘎嘎嘎說董卓的官兵射死我弟弟 嘻!此仇不報!我枉為人! 立刻點齊本部兵馬殺賓企州而來 袁兆知道公宣讚的兵馬到了 他亦統領軍隊出戰 兩軍相會在盆河之上 袁兆的軍隊在盆河橋的東面 公宣讚的軍隊在橋的西面 公宣讚立馬在橋上大聲罵 背信棄義的狂徒 做什麼膽敢出賣我 袁兆亦拆馬來到橋邊指著公宣讚 韓服是無財幹的人 他願意將企州送給我 又關你什麼事? 昔日大家都以為你喜歡 推舉你為盟主 看你今天的所作所為 乃是狼心狗行之徒 有什麼面目站在世間? 袁兆發大火說 誰去抓他? 說話未講完 文丑拆馬亭槍殺上橋來 公宣讚就在橋邊和文丑交鋒 打了不夠十幾個回合 公宣讚打不贏頂不住 敗陣而走 文丑成勢追著他 公宣讚退回入自己陣中 文丑飛馬殺入中軍 左衝右突 公宣讚手下四個建將一齊衝出來 被文丑一槍刺低一個 另外三個將領走都走不及 文丑一路追著公宣讚出陣後 公宣讚向著山谷拼命逃跑 文丑快馬加鞭在後面追著他大聲喝話 快快翠翠落馬受降 公宣讚身上揹著弓箭跌落地下 頭盔也跌落 披頭散發騎著馬轉過山坡 誰知馬失前提 公宣讚翻身落馬 捆落山坡下面 文丑急忙挺槍過來要刺他 誰知在草坡左邊閃出少年將軍 飛馬挺槍直取文丑 公宣讚趕快爬上草坡上邊 再看少年 只見他山得身長八尺 額高面闊 威風嶺嶺 和文丑大戰五六十回合 未分勝負 一會兒 公宣讚救軍來到 文丑撥轉馬頭走 好了 那個少年亦不追他 公宣讚趕快走下草坡 問那個少年姓甚名誰 那個少年彎身行禮說 我乃是常山真定人姓趙明雲 智子龍 本來是袁紹的手下 見到袁紹沒有忠君救民之心 所以特地離開他來投奔揮下 誰知在樹撞到 公宣讚一聽去 就寬你了 和趙雲一齊返回盈寨入邊 到第二天 公宣讚將軍馬分成左右兩隊 陣勢就像鳥仔兩隻翼一樣 五千多匹馬大半都是白馬 來的 只因公宣讚以前和一個少數民族叫做薑族打仗的時候 選的全部都是白馬做先鋒 因此又號稱為白馬將軍 那些薑人看見白馬過來 嚇得趕快走 所以公宣讚的軍隊 白馬就極之多 袁紹這一邊 他就命令顏良民醜作為先鋒 各自引領公老手一千 亦分成左右兩隊 命令在左邊的公老手 就射公宣讚的右軍 在右邊的公老手 就射公宣讚的左軍 再命令谷兒 帶領八百弓箭手 步兵一萬五千 列陣在陣裏面 袁紹自己親自率領幾萬馬步軍在後邊接應 公宣讚剛剛得到趙雲不知他底細 就命令他帶領一支兵馬在後邊斷口 再猜遣大將鹽剛作為先鋒 公宣讚親自率領中軍立馬在橋上 旁邊樹起一面 用大紅圈金線繡住的碎字旗 動在馬前面 從神時開始 就並另磅琢打鼓 一直打鼓打到智時 嘿嘿 神時智時是什麼時間來呢? 古時候 神時即是七點到九點這段時間 而智時 就是早上九點到十一點這段時間 一頭一尾計落 宮宣讚這邊的軍隊 一路打鼓打成三四個鐘都不進攻 這邊袁紹的軍隊也不進攻 谷義命令弓箭手 伏在擋箭牌下邊 如果聽到炮響 就一起射箭 這邊 鹽剛的軍隊並另打鼓 開始進攻了 谷義的軍隊伏響樹動都不動 等鹽剛的軍隊走得很近 突然砰聲一聲炮響 百百幾個弓箭手一齊射箭 鹽剛的急忙撥轉馬頭想走時 被谷義拍馬武刀斬在馬下 宮宣讚的軍隊大敗 左右兩軍 又被銀良民醜兩路的功勞手射著 袁紹的軍隊 就兩路兵馬一齊進攻 直殺到橋邊 谷義一馬當先 先斬下渣旗其手 然後將壽旗斬斷 宮宣讚見到壽旗被斬低 即刻拍馬落橋走了 谷義帶領軍隊一路追過來 追到後軍的時候正好碰正趙雲 趙雲停槍若馬直取谷義 一打了不夠幾個回合 一槍將谷義刺在馬下 趙雲單騎飛馬殺入袁紹軍中 左衝右突 好像入了無人之境 宮宣讚見到這樣 馬上率領軍隊殺回頭 這邊袁紹的軍隊大敗 再講袁紹 他先行使探馬去看的時候 回報說谷義經斬低持其手 正在追趕敗兵 他就沒有作防備 和田鋒帶著帳下的幾百個兵士和弓箭手 一起騎馬出來看 袁紹卡卡聲大笑說 哈哈哈哈 宮宣讚真是無能之輩 我正在講 忽然之間趙雲已經衝到面前 弓箭手趕快上射的時候 被趙雲一連刺低幾個 那幫弓箭手四散逃跑 後面宮宣讚的軍隊已經團團包圍上來了 填鋒鋒望對袁紹說 主公你暫且躲在牆洞裡躲避下 袁紹的頭盔在底下 他大聲說 大丈夫寧願在陣前鬥死 怎能躲進牆洞裡偷生 那幫兵士見到這樣 就盼死保護著他 趙雲左衝右突 沒辦法殺得進去 這時候袁紹的大隊人馬已經趕到 顏梁也帶著軍隊趕到 兩路合併一齊殺回頭 趙雲就為了保住宮宣讚 殺出重圍就回到橋邊 袁紹率領軍隊一路追過橋 宮宣讚這邊的兵士 在橋上跌落水浸死的不計其數 袁紹一路追到不到五里 忽然之間聽到山背後哭聲大震 閃出一標人馬 為首三元大將 那是流言德關文長張亦德 只因他們在平原探知到 宮宣讚和袁紹打仗 突然來作戰 當下三匹馬三種兵器 飛奔前來直取袁紹 袁紹一望 嚇到魂飛拍散 劈拍一聲手裡邊的寶刀 跌落馬下 連望撥轉馬頭逃跑 那班將領和士兵 本死將他救過橋那邊 宮宣讚亦收軍返回營寨 宮宣讚和劉比說 如果不是也得你遠道來救我 今天我非常之狼狽 就叫趙雲和劉比相見 劉比見到趙雲非常之開心 也好喜歡 深入邊就有些不捨得的意思 再講袁紹輸了一陣 叫軍隊堅守不再出戰 兩軍相對了個多月 有人來長安報給董卓知道 李如和董卓說 袁紹和宮宣讚亦是當今的豪傑 現在隔著條河撕殺 亦是假姐說天子法照書要他們這樣做 不如我們警察去和他們和解 他們兩個自然敢恩戴德 必定會順從太師理 這樣啊 好 到第二天 董卓就差使太府趙琦前去講和 趙琦來到河北 袁紹知道之後 派人在百里之外迎接趙琦 也答應奉趙講和 第二天 趙琦來到宮宣讚的刑宗 宣讀董卓的手語 宮宣讚寫封書信 派人送給袁紹 兩人互相講和 宮宣讚即日班師翻註地 又上表推薦留言得為平原賞 劉彼和趙雲分別的時候 兩人手牽著手 講下講下就流下眼淚 不捨得分別 趙雲嘆釋說 唉 我以為宮宣讚是英雄 現在看上去和袁紹這班人差不得幾多 劉彼說 趙公你暫且委屈下 第二天我們肯定會相見 講完 兩人就灑淚告別 欲知後事如何 且定下回分解